喜欢园艺的朋友有没有听过叶牡丹啊 就是它是那个高丽菜类的 然后甘蓝类 但是它的叶子就像一朵那个牡丹花 那这个是那个球芽甘蓝 我觉得也很像叶牡丹啊 对不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香草的在田园生活的尼克 在关手的影片之前 你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我好喜欢吃包子甘蓝 我拍过上集的包子甘蓝 今天是下集 最棒的时间应该是在秋天播种 因为它是凉的季节 生长良好 才会长出一颗一颗的小球芽 只不过啊 我是今年春天种太慢 因为它需要经过寒冷冬天的洗礼 然后才能长出很多的芽 所以今年春天之后就没有结果 而且那个 它遇到夏天 我怕它会死掉 因为这种甘蓝不是喜欢热的作物 结果它没有死掉 它活得好好的 只是说有一些虫害等等的 经过了一个夏天 现在秋天 冬天了 哎 我好期待 它今年会长出那个芽 应该说明年了 因为现在是12月底 那听说这几天会有寒流 希望这个寒流的洗礼之后 它能够长出很多很多的芽 好期待哦 从来没有想过 那它从越过夏天到现在 好 那因为你看这叶子都有破损嘛 所以应该是有一些潜在的虫 就想说要喷一些苦练油 像这样 喷一下 洗一下叶子 那不只这一棵哦 那时候种了五棵 五棵都活着耶 surprise 这棵最大 上面这还有一棵 那这棵最有趣是它可能头断掉 后来就分支 变成三支哦 一 二 三 三个 然后这棵最小棵了 那另外一棵在另一棚 因为我是春天开始 我很怕夏天会太热热死 结果我发现 他们非常强壮 哇 每一棵都活着 继续看一下我的分享 这一棵是我栽培很久的 那个球牙甘蓝啊 那你看 叶子都有孔洞 除了这毛毛虫之外 我发现蝸牛也是很严重 你看 哦 这里还有小蝸牛 等一下我都把它抓掉 难怪我的叶子都一个洞一个洞 也不一定看得到毛毛虫 原来是蝸牛啊 包子甘蓝 从这个主干啊 长出芽含 这边就是 如果好像不是这种形态 像看这边 它会在叶子的这个结尖之间长 那这就有可能性 所以希望这次的寒流能够让它 激发出它的潜能 期待我有机会能够品尝到自己种的包子甘蓝 哇 我种它已经超过一年了 那其实它没有想象中的怕热 只是说啊 如果你的低温期时间比较长的话 这边才能够截球 你看我这个的话 我是在北部的台湾北部的平地 那低温时间不够久 你看它的那个球牙就只有这样子 有点打开来了 像迷你高丽菜 有没有像高丽菜这样子 那上面是有比较像球状了 只不过因为气温回温 那之后应该也是会变成就是每个牙 还是慢慢打开来 那不过我还是非常的谢谢你 我在这里能够种到你 然后让我体验你的美好 很开心 我也能够采收到球牙甘蓝 包子甘蓝 它比我想象中容易栽培 啊 这是我以上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 欢迎按赞分享我的影片 拜拜 晚上来巡视我的花园 那这一棵是我很喜欢的球牙甘蓝 就是那个包子甘蓝啊 那你看它真的有结小球在这边 有没有 只不过我们这边太热了 所以它的球没有变圆形 那之前我都觉得我这里有虫害啊 那都没有考虑蝗牛 是因为我忽略掉了那个 这个高丽菜这种甘蓝的叶子比较厚 所以小蝸牛没办法把它啃光光 所以一直以为是毛毛虫 结果你看 这么多蝸牛 哇 要来把这些蝸牛除掉 不然你看 原来它们这些叶子破损不是毛毛虫 你看这么多只小蝸牛 哇 要来好好处理 把它们移除掉